公元712年 本来太子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李隆基 却因为一场意外事件的发生 登上了大唐王朝的皇帝宝座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件 让李隆基的命运发生了如此重要的转折呢 而为李隆基登基处理最大的人 又会是谁的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长恨歌指 玄宗出世 第七集 荣登大宝 荣登大宝 在上一集结合中 文曼苏教授讲到 李隆基成为唐瑞宗李旦的太子之后 与太平公主之间展开了一场暗流涌动的权力斗争 而唐瑞宗李旦处于国家稳定的需要 决定让李隆基实行太子戒 而将太平公主赶回京城 那么面对这样截然相反的安排 李隆基和太平公主 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会有怎样的表现 太平公主是否会就此甘心被冷落 李隆基的登基之路又是否会因此而变得豁然开朗呢 中央民族大学蒙岛副教授 继续做客百家讲座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长恨歌词 玄风出世 第七集 荣登大宝 咱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做匹极太来 是吧 就是说呢 一个人如果点背到一定程度的话 也就要时来运转了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 这个匹极太来可能有好多因素 比方说自身努力了 贵人搭救了 环境改变了 等等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要说有一个人匹极太来 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看了看心情所致 这个大家恐怕就觉得悬而又悬了 可事实上啊 李隆基辟极太来 在很大程度上 还真就和太平公主观测星象有关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上一集咱们讲到啊 唐瑞宗听从了姚崇送颈等等几个大臣的建议 让李隆基作为太子监国了 与此同时呢 他就把太平公主安置到了扑州 又把李隆基的两个哥哥 一个是宋王李承契 一个是宾王李守礼 安置到地方去当刺使去了 那么这个赵令一出来啊 太平公主可真是心里一惊啊 怎么回事啊 平常哥哥不是挺倚仗自己的吗 怎么突然这么无情下这样的赵令啊 那么太平公主一打听呢 原来这个赵令啊 不是唐瑞宗李诞的原创性的想法 而是这个姚崇和宋景的主意 那么打听明白了是姚崇和宋景的主意 太平公主可不干了 这就是捅了马封锅了 他没有去找姚崇和宋景 但是呢 他直接跑到太子李隆基那儿去 对着李隆基就是一通大吼大叫啊 说你为什么让你的心腹去调缩皇帝 你眼里怎么就容不下我这个姑姑和你的哥哥 那咱们说平心而论 这个姚崇和宋景是不是太子李隆基的心腹啊 是不是他们受到了李隆基的调缩 去跟唐瑞宗那儿出这个主意呢 咱们上集讲过不是啊 姚崇和宋景完全是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一番考虑 这才向瑞宗提这个建议 可是呢 这个建议毕竟他对李隆基有利啊 所以李隆基这也是百口莫辩啊 而且呢 太平公主这个指控啊 太有杀伤力了 说他眼里心里容不下姑姑 容不下哥哥 这也太厉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李隆基不仅得罪不起姑姑 连哥哥他也得罪不起啊 我们讲过当时李隆基做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啊 加强自己和哥哥之间的感情 不要让大哥李成器在那惹事 那如果说现在姑姑都认为这个他眼里容不下这个哥哥了 那哥哥本人会不会也这样想啊 如果哥哥也这样想了 那么他此前做的好多努力 像我们上次讲的长枕大背等等努力 不就白费不就白费了吗 他不又给自己竖了一个强笛吗 这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李隆基啊 他性格里那个阿蛮的那一面复活 他觉得呀 宁可我妇人 千万不要让人妇我呀 怎么着 叫做宁我妇人妇我呢 他决定丢足宝帅 跑到唐瑞宗那上了一封奏书 说呀 姚崇和宋景这两个人 那就是奸臣 是他们挑拨离间 我和我的姑姑 以及我和我的哥哥之间的关系 因此呢 我请求皇帝把他们处以积蓄 处死他们 蒙曼老师认为 此时的李隆基26岁 他虽然是太子建国 但是羽翼尚未丰满 想法 太平公主依仰着皇帝妹妹的特殊身份 却不断使出咄咄逼人的手段 因此 当太平公主对李隆基一番大呼小叫之后 李隆基只好揪足王帅 提出了处死姚崇和宋景的咒书 那么 唐瑞宗收到李隆基的咒书之后 又会做出怎样的决断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法 还将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其实啊 唐瑞宗李旦对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是心知肚明的 他也知道啊 从理智上判断 姚崇宋景他们说的没有错 正因为他们说的没有错 他才会采纳他们的意见的 可是呢 妹妹当年为了让自己当皇帝立了大功啊 而且当了皇帝之后 在维护统治这个过程中 自己对妹妹也是多有倚仗啊 所以妹妹也是不好得罪的呀 怎么办呢 汤瑞宗李旦呢 决定平衡一下关系啊 妖虫和宋景嘛 杀也不用杀了 那太严重了 把他们贬到地方当刺史算了 那么李龙吉的两个哥哥 宋王李承契 还有宾王李秋李呢 也不用到地方去当刺史去啊 还是留在中央吧 但是只有太平公主 还是维持远派 一定要到扑州去 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 那么这个决定呢 可以想象 当然让太平公主非常的不愉快 可是他没有想到 让他更不痛快的事情还在后头 什么事情呢 就在太平公主到了山西两个月之后啊 唐瑞宗李旦就有一次呢 召集三品以上的大员商议一件事 商议什么呀 他对这些大臣们讲啊 朕素怀淡薄 不以万圣为贵 朗为皇宿 又为皇太帝 皆辞不处 今欲传位太子 朕如 说我这个人呢 是一个很淡薄的人 我就不喜欢权力 你看过去我当过皇宿 我还当过皇太帝 可是我都推辞了 我不愿意要这个位置 如今让我当皇帝 我也觉得勉为其难 我还是不想干 我想传位给我儿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他提出了一个传位的想法 那么李旦为什么这时候要提出传位呢 我们在太平公主系列里讲过 因为面对着当时纷纭复杂的政治局势 面对着儿子和妹妹反复的斗争 李旦觉得自己啊 实力不够 摆不平这个局面 心里一烦 觉得撂挑子不干算了 打算不当这个皇帝 那么当然我们也讲过 这个传位的意图呢 因为太平公主的拼命阻挠 所以并没有实施啊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啊 没过多久 唐瑞宗李旦还是颁布了一道诏令 说凡正事 皆取太子处分 其军旅死刑 及无品以上复受 皆先与太子一职 然后一问 什么意思呢 把李隆基的权力大大的给提高了 说以后啊 军国大事都先请太子处理 那如果遇到大的军事征伐呀 或者是大的这个犯罪案件的审理呀 或者是无品以上官员的这种重大人事任命啊 也都先跟太子商量一下 然后再通报给我 这是把太子的权力大大的提高了一步 从原有监国的基础上又提高 那么大家说这个赵令义颁布下来 太平公主又是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太平公主心里肯定堵得慌 你想我跟这个太子李隆基斗法 一直是咄咄逼人出于上风啊 怎么现在太子的地位不降反升 而我倒落得一个发配蒲州的下场呢 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呢 在蒙曼老师看来 唐瑞宗做出的决断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特别是对于太平公主来说 发配福州的下场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身为大藏王朝政治中心的一个关键人 太平公主与他的母亲武和珍一样 有着极强的权力 此时太平公主会甘于接受发配异乡的待遇吗 她是否会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 那我们要知道太平公主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痛定思痛啊 她开始反思自己了 她要反思一下 我以前跟太子斗法我的失误在哪里 失误到底在哪里啊 当时她经过一番反思得出两个结论 她的第一个失误是什么呢 是她虽然咄咄逼人 但是一直是孤军奋战 没有什么太过硬的人帮她的忙 而太子李隆基呢 虽然看起来出于手势 但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宰相后援团 以她一个人来对抗太子家宰相后援团 那当然她的实力不行啊 那么第二个失误在哪里呢 第二个失误啊 是她对李隆基的进攻 虽然火力凶猛 但是其实都是一些人身攻击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那么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嘛 太平公主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之后 马上就开始着手改变战略了 正在这时候呢 这个太子李隆基也出于缓解关系的考虑 又给她的父亲唐瑞宗李诞上奏 要求让太平公主回到长安 李诞呢 也批准了这份上奏 所以太平公主当然也是当仁不让 回来了 再次回到长安之后啊 太平公主的战略可就变了 怎么一个变法呢 首先太平公主回到长安之后 绝口不提更换太子的事情 以前自己闹得太凶啊 结果让哥哥李诞都反感了 这得不偿失啊 这次呢 不提了 维持表面和平 这是他的第一件事啊 那么第二件事 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严懒人才 还有安插亲信上 换句话说 他要在实力上下功夫 向李隆基学习 争取展开合法斗争 那么太平公主究竟都网络了哪些人才啊 给大家举两个人 第一个是窦怀真 我们的老朋友了 在太平公主系列里经常提到的这个人 在太平公主里我们讲啊 他这个人呢 不是娶了伟皇后的老奶妈吗 以后一上表就自称皇后阿哲 还被别人讽刺为国哲 就这个窦怀真 那么窦怀真呢 其实他是出身于高干子弟 是个公子哥 为了权利他什么事都敢做 打个比方啊 举个例子 唐中宗的时候呢 不是宦官的势力特别胜了 这窦怀真呢 就想巴结宦官 可是呢 这个宦官他也不挂牌子 也不插草标 有时候特征还真不大明显 窦怀真就怕自己哪天走在街上啊 万一过来一个宦官 自己没认出来怎么办呢 那不是吃了礼数得罪人了吗 不就巴结不成了吗 怎么样才能确保自己万无一失呢 窦怀真就想啊 宁可看错千人 也不可看漏一人呢 所以以后一走在街上 他要看见哪个人没糊涂 赶紧就过去对这个人点头哈摇 这样一来呢 好多毛发不发达的人就跟着沾光了 那我们看窦怀真这个做法 我们一般人觉得这个人不太地道 不是好人 可是啊 他要听公主觉得这是个人才 为什么这是个人才呢 一个人有爱好 这是好事情啊 他爱权利 正好用权利去打动他呀 那么这个窦怀真当时的处境是怎样啊 窦怀真本来那不是国哲吗 那是伟皇后的党羽 所以伟皇后被杀之后呢 这个窦怀真就被贬到地方去了 那现在就在太平公主的亲切关怀之下 这个窦怀真呢 又从地方给捞回中央来了 而且很快就官复原职 又荣升为在相了 那既然太平公主能让窦怀真当官 窦怀真的性格呢 也是投桃报李 每天下班之后 定时定点就到太平公主的府上去汇报 那这样一来 朝廷里的大事小情就没有太平公主不掌握的了 等于说太平公主在朝廷里呢 安插了一个可靠的眼线 也有了一个可靠的传声筒 这是一个例子 那我们再举一个人 也是太平公主发现的人才 这个人叫什么呢 叫陆向心 我说这个名字 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概念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说一个成语 基本上所有人就都有概念了 哪句话呢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那成语就是这个 这句话的简化版就叫做庸人自扰 这成语从哪来的呀 那就是从陆向仙那来的 就是陆向仙说出来的 当时呢 陆向仙在担任河东安查史 他手下有一个小力 有一次犯了一点错误 陆向仙呢 就把他叫过来 批评教育了一顿 就放他走了 可是小力之上啊 还有一个大力 就是比小力级别高一点 那么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挑事的人 没事找事 他就找到陆向仙 跟陆向仙讲 说按照这个小力所犯的过错呀 那应该是打板子的呀 您怎么批评教育两句 就放他走了呢 陆向仙这个人呢 偏偏最看不上这种无是生非的人 所以他就跟那个大力讲啊 说你以为刚才那个小力他不是人吗 你以为他就听不懂人话吗 你以为一个人要是犯了错误 就非得打板子才能教育好吗 你要是这么迷信打板子的话 那下次我就从你打起 天下呀 本来什么事都没有 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庸人自扰 这才找出来的事 陆向仙的这段事情呢 就记载在新唐书 陆向仙传里头了 所以此后就出现了 天下本无是庸人自扰之 这个说法 那我们从这个小事情里 能够分析出陆向仙这个人 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啊 可以看出来啊 陆向仙这个人呢 是一个非常清高 非常洒脱的一个人 那按照当时的说法 叫做田敬寡欲 议论高减 人望很高 那可能也有人有疑问 说陆向仙这样性格 恐怕不会巴结太平公主吧 太平公主怎么发现 她这么一个人才呢 这个说起来呀 还和太平公主的一个男宠 叫做崔石有关系 这个人我们也在太平系列里讲过 他不仅是个男宠 还是一个门人型的官僚 太平公主呢 当时想提拔他做宰相 那这个崔石就提要求了 说做反相是一个好事啊 可是呢 我希望能够把我和陆向仙 一块认命为宰相 因为这个人名气太大了 我要是能跟他成为同僚 我会觉得很有面子 所以呢 我请求您把我们两个一块认命 太平公主说这没问题啊 那就两个人一块推荐好了 那我们从这两个例子 把它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一下 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太平公主用人有什么特点呢 很明显太平公主用的是两类人 第一类就是像窦怀珍那样啊 这个是非不分 人品不好 但是可以死心塌地 替太平公主卖命的 这是一类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像陆向仙这样 超凡脱俗 清心寡欲 虽然不可能 无原则地听命于太平公主 但是呢 可以校正太平公主的一些过失 并且给他提高声望 改善形象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 斗智斗勇的一段历史 在大唐王朝的发展中 堪诚奇特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 开启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此时 太平公主 援览人才的做法 无疑是明智的 可谓是 亡羊火矛 畏为亡野 但是大唐王朝的 最高权力 掌握在唐瑞宗李弹的手中 那么 太平公主 将会如何安排 他援览的这些人 唐瑞宗 会听她的 而李隆基 在这场人才大战中 又将会 何去何走 我们都知道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朝廷里哪个位置叫做刀刃 那就是宰相 太平公主这个时候 就想把自己发现的这些人才 都放到宰相岗位上去 那可能有人也不理解 说难道谁当宰相太平公主 能说了算 这在当时还真差不多 因为虽然说 李隆基已经以太子的身份 监国处理一些政事了 但是 大的人事任免权 还在唐瑞宗李弹手里 而对付李弹 太平公主是最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呀 实在不行还可以哭嘛 比方说他想任命崔石 当宰相的时候 本来李弹是不太统一的 于是太平公主就弃剃一顷 一把鼻涕一把泪 来跟哥哥说这件事 那么哥哥妹妹嘛 这样的关系你能怎么样啊 所以呢 这个瑞宗李弹最后没办法 还是满足了太平公主的要求 就这样 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啊 太平公主就把像什么窦怀珍啦 陈希啦 崔石啦 大陆向仙啦 等等 四五个发现的人才都安插到宰相的杠位上去了 啊 那么 有了宰相坐后盾 太平公主在朝廷里的声音可就一下子打起来了 那么太平公主安插了亲信坐宰相了 李隆基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咱们知道凡事都是此消彼长的嘛 既然太平公主的势力长上去了 那么李隆基这边的势力也就消下来了 怎么叫做李隆基的势力消下来呢 曾经帮过他忙的那四大宰相啊 当时就都从宰相岗位上被调离了 咱们一个一个看一看 姚崇和宋景 我们刚刚说过 因为啊 他们建议瑞宗把太平公主放到蒲州去 建议瑞宗呢 让这个李隆基的两个哥哥也到地方 所以呢 被太平公主给咬住了 那么李隆基被迫丢阻宝帅 主动上表 要求把他们发落了 就发落到地方当刺史去了 这两个人先下去了 那么还有一个老臣伟安石 这也是屡次保护过太子的 他怎么样了呢 他就因为屡次三番保护太子嘛 所以被太平公主名声暗将 本来是三品的宰相 这时候呢 给他荣升为二品的左朴叶 可是呢 剥夺了实权了 那还有一个是老臣张月 就是提出让太子监国那个 他怎么样了呢 张月啊 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尚书佐成 给发配到东都洛阳去 那你看太平公主回来没多久 李隆基原本能够得到支持的这四大宰相 就都离开了宰相岗位了 那经过太平公主的一番努力 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那当时社会上一些政治敏感度高的人也就看出来了 比方说当时有一个书生 名字叫做王居 本来参加过反对五三四的斗争 后来呢 就被破流落江湖了 这时候啊 瑞宗即位嘛 他又从地方回到中央 然后被任命为九品的县主部 我们也知道 李隆基监国六品以下的官员 他是有任免权的 所以呢 王居这个九品的主部 理论上讲也是李隆基任命的 那么王居呢 就跑来给李隆基这谢恩来了 可是别看他说是谢恩 他可一点也没有谢恩的样子 他来到了太子李隆基所在这个殿庭之后啊 他就故意高视阔步 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这不合理数啊 当时有一个宦官看到了 就提醒他 说你干嘛呢 太子殿下就在帘子后头呢 你怎么这么没规矩啊 没想到呢 王居啊 冷冷一笑 高声说了一句 谁是太子殿下呀 当今天下只有一个太平公主罢了 那我们仔细琢磨琢磨 王居这个口吻是什么人的口吻 这典型的一种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口吻 一种测试的口吻 苏秦张仪他们那种口吻 那么纵横家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一方面呢 他们是嘴尖舍利啊 说话呢 难免比较偏激啊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是目光如炬 能一下子看透问题的实质 现在王居看到的一点错都没有啊 他对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地位的判断 也是一点错都没有 李隆基虽然身为太子 而且还在监国 但是实际上实力是相当的衰落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 太平公主有了唐又宗的庇护 有了众多宰相的支持 似乎已经生全在握 可是就在她准备反复一击 彻底击垮李隆基的时候 一个特殊天象的出现 却改变了这一切 那么究竟是什么奇怪的天象 竟然能够击破太平公主的黄粮美梦 事情的变数又到底出在什么人的身上 什么天象呢 当时有一颗彗星 忽然出现在西边的天空之中 彗星出现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想法 彗星出现意味着除旧不新 太平公主一看彗星 他乐了 这星星也太善解人意了吧 这得利用 所以第二天 他马上搞了一个术士 去劝说唐瑞宗去 这个术士见到唐瑞宗之后 怎么说的呢 术士说 陛下看到彗星没有 瑞宗说看见了 这个术士说 那可是除旧不新的征兆 另外呢 臣这几天夜观天象 发现了一个更加厉害的天象 我发现现在帝座以及前行都有变化 这意味着太子要当天子了 不能再住在东宫里了 那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评价 术士这番高论呢 应该说呀 术士这番高论是太恶毒了 为什么呀 这番高论是两层意思呀 第一层意思 根据天象太子要当皇帝了 第二层意思 如果太子不能当皇帝的话 也不能当太子 那么这两层意思 重点落在哪一层 重点当然落在第二层 因为按照太平公主的想法 此刻这个唐瑞宗李诞当皇帝才刚刚二年 皇帝尹肯定还没有过够 他怎么可能这时候就让儿子当皇帝呢 这个不可能 那么如果儿子不能当皇帝 按照天象 他也不能继续当太子了 所以呢 通关全局这个术士 以及术士的背后 太平公主想说什么话呀 想说的就是废处太子李诞记 另外呢 太平公主这一招啊 其实算的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知道唐瑞宗李诞和这个太子李隆基 在权力分割上一直是有矛盾的 李诞对自己的儿子一直是有猜忌的 现在派一个术士去再挑动他一下啊 他肯定很敏感呢 他很敏感了 他动摇了 而太子身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臣可以维护他了 那么太子的位置不稳 这不是想当然的结果了吗 那么事情是不是按照太平公主想象的那样发展了呢 还真没有 变数就出在了唐瑞宗李诞身上 唐瑞宗李诞听术士这么一讲 马上表态了 说既然天象都是这个意思 那么传德必在 武之决矣 既然天象都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按这意思办吧 我就传位子 这可是太平公主没有想到的局面 赶紧跑来了 去劝啊 左劝右劝 您可千万别这么办 可是呢 这次啊 唐瑞宗李诞 他可铁了心了 他跟这个太平公主这样讲 说啊 在我一生中了 类似的天象变动可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他说呢 忠宗之时 群皆勇士 天变 吕真 这时请忠宗 则贤子立之 已应在意 忠宗不悦 朕悠恐 数日不识 岂可再比 则能劝之 再挤 则不能厌 他说这样的事过去有过呀 在我哥哥 忠宗李显 还活着的时候 就出现过类似的天象变化 当时我就劝我哥哥呀 我说你赶紧立一个好儿子当太子 来避一避再算 可是我哥哥以为我心术不正 他没听我的呀 他还挺不高兴的 结果我一害怕 好几天都没吃下饭去 那你看后来 忠宗的结果怎么样 果然是不怎么样 那怎么在别人的时候 我就能劝 在我自己这 我就不能够这样去形容一下 不行 我得畏惧上天 所以我已经确定了 我就是要传位 蒙曼老师认为 唐瑞宗李丹决定传位 在大唐历史上 绝对可以称得上 是石破天惊的一例 唐瑞宗可能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的这个决定 彻底改变了大唐王朝的历史进程 那么 唐瑞宗的这个 让太平公主大跌眼镜的决定 又会让李隆基有怎样的表现 李隆基会顺利的登上皇帝宝座 应该说这个决定 对李隆基也是一样很意外 本来他觉得自己太子之位都岌岌可危了 怎么忽然一下子当皇帝了呢 这不大说得通了 怎么表态呢 听到瑞宗要传位的这个消息之后 李隆基就赶紧骑着马往宫里赶 跑到瑞宗面前 是一头枪帝 一头就磕在了唐瑞宗 他自己爸爸的脚下了 说呀 臣以为公 不赐为赐 聚不可堪 为审 陛下聚以大为传之日 可以 我不过就是立了点小功劳嘛 您让我当太子 本来已经 这已经是过分了 因为我这个不是嫡长子吧 本来我做太子已经过分了 我已经害怕自己做不好了 您现在又突然说 把皇帝之位传给我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怎么能这样干呢 表态 拒绝 这当然是一定要表态的嘛 那么听了儿子这番表态 唐瑞宗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唐瑞宗也说了一大篇话 他说呀 社稷 所以在安 武之所以得天下 皆辱力 经地做有哉 故以受辱 转货为福 辱何疑 辱为孝子 何必待旧前 然后即位 什么意思呀 他说啊 国家能够再次安定下来 我能够当上皇帝 不都是拜你所赐吗 现在呢 天下有变 啊 我呢 就决定传位给你 来避一避这个灾祸 求一求这个福气 你还怀疑什么呀 你要是能当孝子 何必一定等我死了 再即位呢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瑞宗这话呀 说得很明白 而且都有点尖酸刻薄了 直指人心呢 直指太子的怀疑情绪 说你不要怀疑我 我这次是来真的了 而且呢 我就是想必灾嘛 你连这都怀疑吗 啊 那话说到这份上 李隆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流涕而出 留着啊 喜悦的 兴奋的 诧异的 不知所措的 各种各样情绪的眼泪 就出去了 那么就这样啊 因为唐瑞宗李诞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整个局势就给扭转过来了 本来嘛 太平公主是羽翼丰满 胜算很大 而李隆基这边呢 是损兵折将 自身难保 可是现在呢 一下子突然又翻盘了 太平公主再次白忙活了一场 而李隆基呢 则稳稳的接住了上天掉下来的一块大馅饼 当了皇帝了 由太子又晋升了 这一年呢 他才刚刚二十七岁 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李隆基为什么就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 荣登大宝呢 直接远迎 那没的可说 当然是唐瑞宗李诞那个戏剧性的传位决定 可是我们再分析一下 唐瑞宗李诞 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我觉得呀 有两个原因 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原因 应该承认 唐瑞宗李诞 还是一个性格相对甜淡的人 他这个甜淡来自于他的生活经历 来自于他实力不强的这个现实 也来自于他的道家思想 唐瑞宗李诞重道 这在唐史上是出了名的 就在景云二年 也就是他决定传位之前的那一年 唐瑞宗李诞呢 还有一次召见了天台山 著名的高道 叫做司马成真 问他 司马先生 道是什么呀 司马成真说道嘛 那就是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呀 唐瑞宗就问了 说一个人要是修行的话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是好的 可是要是治理国家呢 司马成真说 治理国家和个人修行 那是一个道理呀 只要你屏除私心杂念 顺应万事万物的自然状态就好了 听得瑞宗是频频点头啊 那我们看从景云二年以后 唐瑞宗屡次提出传位 固然每次都有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 但是不可否认 道家损之又损 清静无为的思想 对于瑞宗也是有影响的 瑞宗突然决定传位的第二个原因呢 就在于唐瑞宗对大唐王朝是有一份责任性 我们都说皇权至上 这个没错 从私立的角度来讲 哪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己的统治永远维持下去 乃至于千年万年 唐瑞宗李旦他也不例外 另外呢 在权力斗争这个问题上 唐瑞宗李旦和太子李隆基也确确实实有矛盾 可以毫不怀疑的说 太平公主架空太子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唐瑞宗纵容的结果 可是呢 唐瑞宗这一切私心杂念都有一个底线 底线是什么 底线就是太子之位绝不能动摇 因为如果太子之位动摇 整个李唐王朝也就会陷于动荡之中 自从武则天以来 李唐王朝已经动荡了几十年了 作为一个皇帝 唐瑞宗不希望他继续动荡下去 这就是一种政治家的责任感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怎么才能保证太子的地位不动摇呢 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么唐瑞宗李诞能够想出来的出路 就是给太子李隆基一个不可撼动 不容置疑的名分 这个名分是什么呀 这个名分呢 就是皇帝 所以呢 正是出于这种保护太子 也保护大唐王朝的心理 唐瑞宗是痛下决心 做出了提前传位的决定 那如果我这个分析成立的话 我觉得太平公主都可以觉得安慰了 因为太平公主是以谋略著称的呀 他这次输 确确实实并没有输在谋略上 而是输在他低估的唐瑞宗 为大唐王朝做出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勇气 就这样 因为唐瑞宗的自我牺牲了 李隆基荣登大宝了 那么这个27岁的新皇帝 还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请看下集 李隆基在成为大唐王朝 真正最高统治者的过程中 究竟策划了怎样精心动作的大事变 爱上皇李诞 甘于放弃权力的背后 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增强好胜的太平公主 这种为什么落得一个自艺身亡 香消玉允的悲惨结局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长恨搁职 玄宗出世 第八次 巅峰对决